我們好像沒有想過說 這個房子它是有生命的 那我覺得是兩位這樣很有愛 就是它從一個房子 是有生命的角度來寫這樣的書 所以我覺得 如果說我們說 孩子如果對萬物有情 這件事情能夠 有體會的話 我相信它在寫作文的時候 包括寫書情文的時候 會更加更加的生動 你說是不是 今天我們走在路上 我們就說風和日曆 跟你說 今天的太陽好像在對我微笑 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成語很好用 不是用太久就有衣服 槍槍爛掉 不是自己的感覺跟自己的話 所以我覺得讀這樣的書 就很能激發孩子的想像力 那為什麼我之前的樓也很享受呢 因為我覺得我們離小孩子 有時候就讀這樣的書 會讓我們超開心的 所以 童書啊有人說它是一種 像種不飽念書的那種 如果你讀越多的話 其實你的童心就會一直都在 心裡面那個小孩 就會很開心的 跟我們一起升上 所以這一本書呢 我想要推薦給大家 如果有時間 待會可以去翻一翻 那現在的主角呢 其實是小青 我們來看看小青的故事 小青這個蛇啊 他從白素貞呢 那個時候他就跟在他的身體 然後呢 他是開始著白素貞 然後呢 他就跟著男生 跟許先談戀愛 我問大家 現場的婆婆啊 女生對不對 如果你的好朋友 在跟著很棒的帥哥 談戀愛的時候 你一起陪在他身邊 他會有什麼概念 一種 我也想找一個男生談戀愛 第二種 我也喜歡這個男生 或者欣賞這個男生 小青 他是什麼樣的心情呢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看好像很少我去看 好不可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是想會安安的 你也要去想到這個東西 然後把這樣的感情 放在這條青蛇的身上 讓這條青蛇 變得更有生命力 好 然後呢 那現在想一想 白蛇 是不是壓在這個雷波塔下嗎 他在壓在這個雷波塔下之後呢 是不是許先 就是一個擔心爸爸 還有兩個大一個孩子 所以許先這種 論斗 論老的二論 他說 是不是有一個事情 真的 真的 不容易 尤其在以前那種 男女分工非常分明的時代 許先要怎麼樣養大 一個這麼小的卑鄙呢 這個時候 小青的角色 忽然就變得很重要 在施養會這本書裡面 他就 讓小青協助許先 來養大白素貞的小孩 那請問大家 白素貞被壓在雷波塔下 小青跟許先稍息相處 兩隻大體來 小青的心情是什麼呢 非常的複雜 當孩子慢慢長大 然後呢 他不是說解樹開花嗎 然後白素貞那個雷波塔會到嗎 那白素貞出來的那個時候 小青的心情又是什麼呢 他不管對這個孩子付出了多少 他就不是親娘 我覺得這本書在我們這個時代 特別有意思 因為我們這個時代 也算很高 因為畢竟是很高的時代嘛 那以前我們都是講說 後母啊白雪蜂蜜 那種那種 這個版本是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在這本書裡面 他把小青 他怎麼樣很愛這個孩子 他跟這個孩子一起成長 他看著這個孩子 第一次走路 第一次笑 餵他 帶著他到處遊玩 這個青是沒有辦法抹滅 也沒有辦法被裙帶的 可是我們這本書之前 真的從來沒有想過耶 第二個就是 白素貞的小孩 又是什麼樣的心情呢 果然一個女生 一直陪伴著兩大 幾乎突然有一天 到一個塔前面 這塔倒樓出來 另外一個女子 他說 那個才是我媽 你說這個孩子要怎麼想 他要怎麼接受 所以這本書裡面 他把這兩個角色都有刻畫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 還有一個我覺得很好玩 是不是 這個時間 思想會不是當他只有停留在古代 而讓他移到了現代 也就是現在我們都會遇到這個時候 那大家想想看 小青是一個 有時候的人 他會把樹 他來到現在 他看到了我們 我們為什麼 這個 千里傳訓 他是不是覺得很驚訝 這個 這個 不是 什麼